一 二 四 五 当时就由梁不龙也是昆杉的文学家 他写了第一个剧本 后来梁不龙就用了昆杉来演唱 昆杉由此就推广开来了 这幻场文道就偏上大外形 罗德国鞭子里面 那是六零年 从苏州 然后由江苏省那时候叫市区学院 有一批老师到苏州来招生 然后我就被挑选上了 你现在哪个学校里 我可以说哪个老师都不敢开这个口说 我来叫昆杉编剧 没有 在思路问下去 我都不敢说我是一个戏剧演员 或者我不敢说我是个昆杉演员 我感受非常深 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所以说我通过这一个小的变化 我个人感觉昆杉的变化是非常大 通过我个人的变化非常大 这次跟近年的合作 这种多么无提手段的这种介入 那使我感觉 是不是对我从事传统的表演艺术的一种 再想一想 是不是能更好 加入这个元素 难道不是传统表演艺术了吗 我现在的感受是不 它所以是一个时期 甚至是一个时代 才造就了这么一种形式 而这一个时代 要删除掉多少平庸之辈 留下来的精品